第七天 我們昨天剛完成了通往地底的隧道 那接著呢我還想要再做一件事情 首先呢我們使用 木棒和木材製作出很多的這個柵欄 接著呢我們把柵欄插在這邊 想這樣子全部圍起來 然後另一邊呢也一樣 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把下面這個門給拆掉了 因為基本上已經不會有怪物 可以走進來了吧 有沒有有沒有感覺還行喔 所以說這個應該也不需要了 畢竟有門的話還要開關很麻煩 再來可能就這裡吧 這邊我們也放個柵欄 雖然說這邊應該不會有怪上來 可是我覺得換完柵欄之後應該會比較好看 嗯感覺還不錯呢 然後呢就是我目前木頭其實有點不夠了 所以我目前呢想要出一趟圓門喔 我想要去一趟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呢看能不能挖一些泥土和樹回來喔 呃泥土的話這下面就有啦 所以說我其實是想要找樹苗 我目前的話只有一些相思木樹苗 可是這一些樹很難種 其實我比較想要就是別的樹 我目前呢是來到了上市看到的這個村子 可是這邊沒有樹 所以我決定再走更遠一點 嘿為什麼你會離村子這麼遠啊 你是誰 看來這個是個無業遊民 好的我目前又走了一段還蠻遠的距離 終於是看到前方有這個草地的 然後這個草地好像超小 一棵樹都沒有是嗎 哇還真的一棵樹都沒有 不過我剛剛好像有在更前面的地方看到特別的東西喔 這個看來又是一個新的沙漠村莊 順便啦來逛一下好了 哇然後這個村莊有鐵匠鋪欸 稍微看一下這裡面 有劍有胸甲 可是這些我都有 不過我們還是帶回家 不這裡怎麼會有羊毛和羊肉 你對你的同伴做了什麼 這裡是脂肪之雞 唉看來那隻羊是被村民殺了 喔然後各位 我們終於找到其他的樹木了各位 前面這邊有叢林 有叢林的話 雖然說有很多叢林木啦 可是應該也會有橡樹之類的吧 喔有有這個就是橡樹 這個就是橡樹 我們趕快挖一下 喔喔喔 然後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木頭啊 這是什麼 沉船嗎 好像也不是啊 這是什麼木頭 這是黑橡木欸 這拿著黑橡木為什麼 我遇到靈異事件了嗎 憑什麼這裡會憑空有一個黑橡木才 總之不管啦 我現在就是要來砍橡樹呢 砍砍砍砍 好的砍掉了一棵樹 總共拿了三個樹苗 也算是還滿夠了 接著的話目前是晚上欸 晚上的話要徒步越過整個沙漠其實有一點危險 所以說我先在這邊做個工作台 接著呢做一把鋤頭 然後就是把所有的乾草棍都帶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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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太多乾頭粉的吧 王歪歪 然後我但各位觀眾應該聽不懂我現在 在說什麼對不會 因為你們都知道 SB我知道 然後我已經不想要在一邊挖一邊念了 好累喔 加速 那接著 欸等一下有燕妹等一下 怎麼會有燕妹我太久沒睡覺了 不行不行不行 欸這裡有箱子欸 不行不行不行 看到燕妹就先睡覺好了 嘿